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和您相会在今天的中国文艺 我是盛南 生活在美洲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开朗自信 热辣奔放 有他们出现的地方 总能充满欢声笑语 让人们忘却了烦恼 今天的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五周一家亲 让我们一起去感受 这些来自美洲的朋友们 所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吧 他们多才多艺 在舞台上尽情挥洒自我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却与中国有人不解之缘 他们用实际行动 筑建起国际有益的桥梁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五周一家亲 美国歌手唐伯虎 十岁跟随父母来到中国 因为被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吸引 而决定留在这里发展 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 如今的唐伯虎已经小有名气 舞台上的她坚定 自信 成熟 举手投足间魅力十足 由她演唱的歌曲《新贵妃醉酒》 将中国戏曲与流行音乐 巧妙地结合起来 听起来别有一番韻味 《新贵妃醉酒》 《新贵妃醉酒》 是你对我深深的思念 把魅魄沙愿为真爱混沌红颜 爱恨见发与春节 举杯的爱情丝天 《新贵妃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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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如爱心初恨 谁在举我爱 梦回的痛爱 一次偶然的机会 让19岁的唐伯虎 接触到了中国的娱乐圈 是一个广告吧 当时他们在找一些歌手 去完成一个组合 我正好就没事干了 我来吧 这次尝试让他坚定了 从事演艺事业的决心 2013年 唐伯虎参加中央电视台 《星光大道》 他的每一次登台亮相 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凭借精湛的演唱 唐伯虎一路过关斩将 最终获得年度第四名 通过这次比赛 也让他明白一个道理 一人他是一个画面 但是他的幕后 带他上那个舞台的人 那些人 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就没有他们 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战斗 也没有资格去战斗 一路走来 唐伯虎经历了许多的曲折与挑战 虽然艰辛 可他选择微笑面对 人都得有这个过程 你就得从零开始 你就得激头 你不低个头 你永远走不到 你真的可以仰起头的那个石 你永远走不到 如今的唐伯虎 以转型为创作歌手 拥有了自己的原创作品 他的梦想就是希望把自己的歌 唱给喜爱他的观众听 唱歌手 谢谢 我 我 没有谁对谁错 忘不了你的泪 忘不了你的脑 忘不了罪人的战略 忘不了你的誓言 何不让这场梦 就让这场梦 没有醒来的时候 只有你和我 只要永远 只有你和我 只要永远 老板好 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可这您不是慈禧 您这看着像甄嬛 娘 娘 吉祥 又错了 平身 起来 太监才施着你呢 这不对 你是老板 吓死我了 老太太 教你来当慈禧 让你拉客 你明白吧 这意思是 客人坐着 我站着 他们吃着 我看着 那这慈禧 不惨了一点吗 不是这意思 不是这意思 是让你给我们的客人 介绍咱们店的菜品 那我不就成了那饭托吗 你别说那么难听 老太太 你会唱歌吗 唱歌 到我这里来打工 能唱歌的话就更好了 我能唱啊 是吗 嗯 你能唱啥呢 啥我 我能唱啥 来 你是我的小牙小苹果 我爱你都不嫌多 红红的小鸟温暖 我的心我 点燃过生命的火 哗哗哗哗哗 怎么样 太好了 老太太 你还能唱别的吗 我什么都能唱 哎哟 我在家做饭的时候 我都唱 好 就替你做饭这一套 好啊 听好了啊 好 我做的是 爆肚炒肉 溜鱼片 煮溜腰子 咖排骨 送花边 南大白铃鸥 海这半肚子味子 四秒四 那个八点菜 白根老酒 啊 烫一壶 唐玉湖 走四方 你看一看 你唱一唱 我多一番菜 到底想不想 想不想 太好了 太好了 你来坐一下 好 老太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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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别管说不定 别耍嘴 我要是耍嘴 我就是帮你吹 不听雨也久 一百八一杯 这酒怎么样 听我给你吹 啊吹 啊吹 瞧我这张嘴 一杯你开胃 我含了一身美 二杯你胜不亏 还是美 三杯五杯下了肚 保证你的小鸟 白里透着红 红啊 红里透着黑 黑 黑不六七的 绿了吧唧的 蓝弯弯的 这什么颜色 五六七的 你该把我吓坏了 这酒怎么样 这酒真是美 好美啊 美美美美 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 对着那个百开水 你把实话说出来了 就我这张嘴吐吐了 你应该这样看 你看这道菜 群鹰会醉 要你老八十 一点多不贵 过来看一看 亲口尝了一尝 吃一道嘴里 特别的脆 如果你不想起 你尝一块脆不脆 我吃了一块脚在嘴里 确实它有点脆 为什么这么脆 为什么这么脆 我现在问问你 我 它为什么这么脆 为什么呢 它这么这么脆 它就是一盘大罗贝 好哟 你又是话说出来了 这可怎么是好啊你 这么好 我给你们开个秘方 啥秘方 或真价实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都不懂 你们俩真是棒吹 她说我们俩个棒吹 你才是棒吹呢 这一幅 这一幅 还给你了 我不要了 都四方 跳跳水潮上 还有你这样是吧 你咱再修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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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幅 我似一成功 不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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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到岭湖堂国 再起八卦颜光荡 中华游山东 国似掌功 掌子歌颂 普通不要错如虫 草如一种风 南卷后北推 少令武当空 抬起八卦连魂场 中华游山空 金分剑在手 双刀就看走 行家功夫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手势两扇门 脚下一条根 分方水度养欲乐 我们中华武术魂 中华武术魂 分方一条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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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女子女英雄 分方一条龙 分方一条龙 中火秋冲 冠冲 李玉山与妻子《吉谷衣着》 是在一次演出中相识的 共同的事业追求 让两人走到了一起 我第一次写的第一首 我自己写的是 跟我老婆写的一首歌 名字叫《中国姑娘》 嫁给我 后来她嫁给我 可是这段跨国恋情 当初遭到了妻子父母的极力反对 甚至禁止两人见面 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冬天 差不多十一二月 那会儿北京冬天都下雪 她那个时候 经济还不是那么富裕 然后骑着一个小的 白色的一个电动车 然后就真的是每天骑着那个电动车 到我们家楼下等着 李玉山的诚意 终于感动了妻子的父母 不再反对她们交往 如今她们的女儿已经四岁了 一家人的生活 开始过得有声有色起来 有时候有一些不开心的时候 她总是能把积极的一面带给你 西窗人 比起孩子有点大 气功一些气功 然后带气窗 我学习的时候 身材练得很少 有时候交集的时候 一些气功也好 也会安静一些 李玉山与吉武衣卓 在事业上是合作的搭档 在生活中是亲密无间的伴侣 虽然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 和成长环境 两人还有很多需要磨合的地方 可是只要能够彼此陪伴 便是最大的幸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落西山阿里里 上了叙了阿里里 光湾思思阿里里 一家去落阿里里 阿里里 阿里里 感谢归来阿里里 阿里里 感谢归来阿里里 小生啊 你落下来 都很聊 马湾思思阿里里 跑到叙了 攻击到叙了 人家等待 你也要尽了 你可见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一起来 好吗 Let's go 外国明星在中国的演艺事业经营的风生水起 被我们的娱乐圈注入了崭新的生命力 同时也吸引到了许多中国明星的注意 邀请他们进行合作表演 这样的中西合璧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我们一看便知 我懒懒的天上飞鱼羞影 我在高岗眺望北京 侧儿倾听母亲的声音 放眼鱼穿冲山军临 我站在高岗眺望北京 我站在高岗眺望北京 季香赫月圈给你 季香赫月圈给 圈给你 季香赫月圈给 圈给你 我偏逗你送风去 情爱你啊 你永远只有 知名传结 打地人 打地人 知名传结 打地人 打地人 爱你 打地人 爱你啊 万千河水 心有心 举你断绝相线 心 日蓝 一九八八年 央视元旦晚会上 加拿大青年马克罗斯维尔 在小品夜归中 扮演许大山这一角色 让这个一口流利中国话的 外国小伙一炮而红 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 叫做大山 许大山 随后大山拜相声表演艺术家 江坤为师 学习说相声 作为登上春晚次数最多的老外 大山的中国通形象 深深地映刻在了中国观众心里 如今的大山开始尝试脱口秀节目 分享他在中国遇到的各种有趣的经历 他用实际行动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也为汉语的推广与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想告诉你们 其实你们不免签了 2008年北京奥运会 因为那时候我担任加拿大国家队的特使 说白了就是一个文化顾问 但是这个特使的一个权力 一个特权 可以和运动员一起参加入场仪式 特别的隆重 特别荣幸 我跟运动员一起入场的时候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大屏幕也出现了我的形象 太好了 引起了很多西方媒体的关注 那个时候西方媒体来得特别多 很多美国的黄牌栏目 就是从北京直播到美国 有一个编导看到了我 他说这外观是谁 有人给他介绍 在中国挺有名的 上电视的 演相上的 主持节目的 他们说那好 请他来做一个专访 到美国NBC电视台 五分钟的时间 就给我五分钟 我美国我就要出名了 不但在中国有名 但美国有名 国际明星太好了 我去特别高兴 一坐下来灯一亮 问的第一个问题 倒是把我问住了 他怎么问呢 他说听说你在中国很有名 那能不能告诉我 你的名气到底有多大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但是你想这个怎么说呀 这名气有多大 也没有一个科学的标准 是吧 我算三点级 还是七点八级 是吧 你说我算怎么级呀 这怎么衡量啊 我想呢 按照自己的习惯 我就说了一句 还行吧 还好吧 Just so so 一看这主持人的脸呢 就下来了 我说这四分五分钟的时间呢 实际上是最高限度 如果你说的特别精彩 他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一直在采访 哎呦 这个嘉宾有意思 你如果说的没有意思 他后边有的是素材 他就切换呢 我这个采访啊 没用四分钟啊 大概也就是四十秒就结束了 我这些嘉宾没有意思啊 他就觉得你不精彩 你讲的不精彩 就给毙了 在美国的出名的机会 就这样泡汤了 我特别地沮丧 毙幕式的时候呢 特别好玩 因为跟开幕式不一样 毙幕式是很随意是吧 大家都比完了 那心情就不一样了 运动员也不是一排一排的入场 他是就是随便进来 然后在场地中间呢 走来走去 这时候我就看见了姚明 姚明特别好认 因为他比别的运动员 都高一米半 差不多 我看见姚明啊 姚明一直在这个场地上呢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为什么呢 一直有人追到后面 就是这些奥运冠军呢 你们也看到吗 挂着一枚两枚金牌啊 见到姚明也是跟那小粉丝一样 哎 能不能合个影啊 能不能合个影啊 一直找姚明 我特别理解他那个时候的心情 其实我也特别想跟姚明合影 特别想 但是出于这种考虑 我很自觉的 我转过身 不麻烦他 我看看节目 结果过了几分钟 有一个人敲了敲我肩膀 我回头一看 这是肚子 再往上一看 哎哟 姚明啊 他那个时候呢 手里拿着照拳机 非常礼貌地来了一句 我能不能跟你合个影 哎哟喂 我当时你想啊 我那时候心里那份高兴啊 对我的这份肯定啊 我第一个想法啊 我要立刻跑回美国NBC电视台 我去找这主持人 我跟他说 哎呀 刚才那个问题 你能不能再问一下 你能不能再问一下啊 我的知名度在中国有多高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 你听说过姚明吗 都听说过 姚明找我合影 你想想啊 谢谢大家